大家好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我有一條影片是關於Goyard 有三個包包 我就問大家意見 買誰好 我買了其中一個 誰有看的影片在下面舉手 沒有看的話我會放在資訊欄 如果大家有想問可以看完這條影片後再看 今天就有Goyard開箱了 也是我第一個Goyard 如果你有興趣看我買了什麼就看下去 這麼大包包 其實只有一樣東西 我現在拿出來 我沒有買Goyard 不知道平常有沒有盒 我這次是沒有盒的 有個黃色紙包住 究竟是什麼呢 如果買Goyard可能知道 我們現在拆開它 不是拆箱 是拆紙 很形狀 黃色紙包住的背後就有這個東西 究竟這個東西摺到這麼小是什麼呢 好 來吧 看到這條病了 好 我都很興奮 Yay 就是它了 這個就是Goyard的Senglui Senglui GM Size Gm Size 應該是最大的Size 我待會會背在身上給大家看 這個是可以摺的 所以這個Size也幫我這樣摺買了 我覺得收藏方面都非常好 因為不會阻擋 為什麼我會買黃色呢 話說我們之前Luxury收到一個黃色都是高人的 Bell Chase Bell Chase那款我自己就一般 因為我覺得它有點方式 如果我會上班的話 我覺得那個是OK的 因為那個有實淨 上面有一個蓋子 還有小一點 沒有老年那麼大 但我覺得如果我買Tote會比較隨意 所以那個就不適合我的意思 但那個顏色就是這個黃色 因為有那個 我就在店鋪試 然後我覺得搭什麼都可以 例如夏天就算黑色T、白色T、綠色T都搭配 因為都是那些顏色 甚至乎秋冬如果比較多啡色的東西都搭配 甚至乎我穿的衣服有些綠色的衣服、深藍色都搭配 所以我最終想完一大爛餐 究竟我買什麼顏色之後 我就決定是買黃色 因為我自己用Tote在夏天時會比較多 因為夏天時我又會帶水瓶、傘、沒有外套 所以很多東西都真的放進袋子就算了 而且我一定會帶傘 所以那些小而不費的包包是用不著的 因為夏天沒有外套 所以我覺得如果Tote下午後最多的經� 所以我會用這個Goya 這個包包是最輕身的 我覺得是Goya的入門款式 通常很多Goya的坑都會先掉到這個位置 因為太輕身太實用 現在我手指尾定住基本上是無重狀態 手指尾都未斷 接得起來 收藏都非常方便 它有底部 我會用內袋 因為底部跟袋身一樣薄 沒有一塊東西讓底部更厚 所以放了一些東西 讓我嘗試放一下 放了一些東西 如果重一點 它應該會令底部不平 我現在丟了電話也還好 但你看到嗎? 這個就是電話的位置 會不平的 如果有遮蓋水樽 它就會變成這樣 我自己是媽媽的這個樣子 所以我會買內袋 就不太保護袋 反而我會令底部更平 容易放一些東西 而且外表不會走樣 另外大家看看裡面 我想大家也看過很多次 它有一個包包是連著的 所以如果有貴重的東西 不想被人錢的話 都可以放在包包上 但我覺得它本身的包包都比較深 所以別人要潛你東西都很難 你都應該一定知道的 因為你夾著在膠袋底 另外它裡面是沒有間隔的 所以另外一個為什麼我會用內袋呢 都是這樣 因為我要放電話和其他東西 有機會包包這麼大 它有時會滑來滑去 我怕我找不到 所以這些這麼大容量的包包 我都會放在內袋 起碼分隔開電話和錢包 要潛的時候都會比較方便 背了上身就大概這樣 我覺得G.M.Size還不錯的 如果你闊袍大袖的話都應該不行 因為我這件衣服不是闊很多 但這件衣服沒有捏著我的膠袋底 但剛剛好 我平常多穿這些 多穿T-shirt 所以是OK的 而且我買T-shirt一定要上薄 所以我選了G.M.Size 我不會拿著的 因為不然真的很重 所以我會選擇上薄 我當天穿Celine的Blazer去買這個包包 它都有給我PM的Size 但PM的Size我上不了薄 可能我穿T-shirt都問我個人比較厚切 所以我上不了薄 可能你瘦一點會OK的 售貨員說都是拿著的 如果你的褲袍帶走也未必能上 但我當天穿Blazer那件Blazer貼身 其實都上不了 所以我就放棄了 雖然那個是小一點 沒有老年那麼大 但我就放棄了 而且我自己沒有那麼大的包包 我經常說如果真的有些時間 我要開會要戴Laptop 要戴iPad 要戴Gender的話 我沒有那麼大的包包 因為我有些很大的包包 例如是Celine Sangle 但它本身已經重了 基本上是裝不了Laptop 裝了之後會動不了的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是 不如去最大尺寸 反正我都高應該都可以持續 如果它真的沒有那麼大尺寸 因為其實使用一下都不會降起 都會比較垂對一點 我覺得都應該會很瀟灑 所以我就選擇Gm M-M size我就沒有試 因為我自己想著 大家有看過這條影片 我不是跟大家說 其實我都鍾情它有拉鍊 那我就想買了這個先 用一下那個感覺 看看怎樣 喜不喜歡 然後我有機會買拉鍊那個 趁它還沒加價 買拉鍊那個 或者加了都不知道 加了應該都不會加很貴吧 Anyway 那個都Below 2萬元 這個價錢 我會放在Info Box 差點說不出話 興奮到 放在Info Box 大家如果看過價錢 就可以去看看 這個是Below 2萬元 所以我沒有試過M-M size 因為我當時在店鋪都試過M-M size 就是有拉鍊那一款 我覺得那個當然是上薄 也有拉鍊 沒有這個那麼大 還有我會選一個不同的顏色 我當時都是試一個不同的顏色 我都覺得很不錯 如果M-M size 用拉鍊那個 為什麼呢 我特地買到最大的M size 只要我很多東西拿 起碼都有些位置走盞 又是啦 其實高人我不是不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有很多顏色都很漂亮 只不過我遲遲都未買 就是因為我看過上網 有很多就說它的掌握會脫油 不知道是我們潮濕還是什麼 就脫了在衣服裡 洗不脫的 所以我遲遲都未去買 我就因為很擔心 如果你走走走走 脫了東西在衣服裡 怎麼辦 所以我就看好些事 但因為我做評價 我亦都對這個袋有興趣 我覺得博一博 我試一下 希望我是幸運的那個 也有很多你們都跟我說 都買了其實是沒有這件事發生的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抽獎 不知道機率會是怎樣 還有有一位你們上次留言跟我說 好像他們改良了 現在應該是不會有這件事發生的 所以我也覺得值得一試 因為它這個袋真的很輕 所以都很吸引 所以我就要去買 那我也有想過 我買兩條便宜的Twili 包一包的手機 就是買一個白色 或是怎樣 即是跟它合適的顏色 包一包的手機 包一包的手機 包一包之後就算脫掉 應該都在衣服裡張溜 所以我也有這個想法 但我還未決定,我打算用一下,看看情況再決定 不如你們又告訴我,如果有這個改的,有沒有脫有個情況 還有你們有沒有用TwiliBar,讓它脫的時候都不會脫到自己的衣服 很快又和大家關注完我第一個Goya手袋 我簡直都入坑了 除了是我第一個Goya手袋,亦是我第一個很鎮定的手袋 如果有看我的手袋,你知道我平時的手袋都會是黑色、灰色、淡色、綠色 但如果那麼鎮定的黃色,我真的沒有 所以我現在都覺得非常有新鮮感,好像是全新世界 這個手袋我當然會密密用,密密用完之後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究竟我覺得它好不好用,各樣東西 在我IG我都開了一個highlight,大家可以去留意 因為在我會出街,會換袋的日子,我都會拍一拍我放什麼日的袋 然後容量是怎樣的,是給大家看的 大家都很喜歡那些post,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我IG那裡 有空看看highlight來參考 這個我會用完之後再跟大家分享究竟它是怎樣的 當然如果你對unboxing有興趣,或者對手袋review有興趣的話 記得按Subscribe和按鈴鐺 有影片出的時候,Youtube就會有Notification給你 不過通常都是每逢星期二、四的早上9點 大家不要錯過了,我們下次再聊,Bye Bye MING PAO TORONTO